在所有打野里边哪个英雄最简单呢 纳克露露一定是首选 如果你还不会打野 我是真的建议你练一练这个英雄 尤其是女孩子 所以本期我们带来一句纳克露露打野全局思路 点赞收藏直接开始 首先呢就是满满哈哈 红开还是蓝开的问题 其实哪个开呢都行 主要看对面发野路好抓 还对抗路好抓一些 这里注意我们对抗路中路 此时都在打架 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管明白吧 你的目标只有一个赶快的升四级 等到我们四级后呢 就跟开局预想的一样 先抓一波发野路 这里我们等对面黄中出来了 放一技能大招直接撞去就ok的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操作对不对 然后注意了 此时我们可以脏一点队友的兵线 这点非常重要的 然后呢我们要做就是继续刷野区 把自己的经济搞上来 纳克露露前期就是刷经济 不要到处乱逛 除非就是真的有机会了 其他时间呢你认真刷经济就ok的 这里强调一点 中路的兵线能蹭的话还是要蹭一下的 但是尽量跟中单共享兵线 毕竟小打击也是需要经济的 这里呢我们看一下雕蝉在上路 那他肯定要回中路补这波兵线的 我们呢就可以提前来到这个草丛里蹲着 等到雕蝉从这里路过 还是一技能让接大招就可以的 所以说纳克露露这个英雄女孩子也能玩 毕竟操作简单嘛 那前期有了优势该做什么呢 我们要帮助对面打野清理一下他的野区 从而继续扩大我们的经济 这里中单又被抓了 我们可以先蹲在这个草丛里面 因为对面凯被木兰送走 他们肯定要去对抗路支援的 我们等到对面打野和射手辅助分开后 我们再找机会上 所以玩纳克露露呢 一定要多看地图 多去寻找机会 学会分析这个局势 尽量的去抓单 然后就是打野经济主要来源有三个 一个是合理的去蹭兵线 一个是自己的野怪 另一个就是对方的野怪 这个草丛里呢没有多放药 那他一定在旁边草丛里蹲着 我们直接把他逼出来 然后去拿他红buff 那此时对面也支援过来 这个问题不大 只要你的经济足够高 这个英雄就不需要什么操作 直接技能往人堆里砸就完了 所以前期的核心呢 就是多刷经济 不要盲目去打架 有机会了我们抓一下 没有机会的话就算了 那等到经济刷起来了 中期就是疯狂去干客抓单 因为你的伤害非常高的 只要不是对面前排 基本上一套技能肯定是可以送走的 这里呢对面还剩个貂蝉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草丛里 看他等下是否从这里回中路 那显然呢 貂蝉是想把上路这波兵线也吃了 那我们直接开大招飞过来 一技能标记大招做一下 然后二技能收尾直接秒掉 非常简单吧 所以中期的核心呢 就是利用自己高额的伤害 多配合队友进行抓单 然后呢就是高频率的入侵对方野区 就像对面打野 现在根本就不虚他 直接一套技能就可以秒掉他的 因为你们两个的经济差距已经很大了 这个呢是跟技术无关的 明白吧 总之为什么推荐大家拿那口路去上分呢 就是因为这个英雄真的非常简单 你会刷经济就行了 只要经济起来了 他就是可以在不需要复杂操作前提下 就能秒人的 所以后期的核心就是盯紧对面C位 其他谁也不要管 把对面C位秒掉后 及时撤出战场 等待我们的技能冷缩 继续寻找机会 这个英雄呢是打一套输出的 他跟镜和蓝还不一样 后期能把C位秒掉 然后把自家兵线给带好了 那么你就是一个合格打野 学会了吧 好了本期就先讲这么多吧 我们下期再见